今晚晚的夜巴巴劇場 誰的錯 彭晴 曾侍賢 靈涵主演 唉 這兩個月來 我都是自己一個人的舒服 我真的覺得很不習慣 明明以前 一向都是自己一個人住的 但現在每天回到家 我真的覺得很難捱 總是覺得身邊 好像少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我有一種很寂寞的感覺 原來正下來的時候 是可以令人這麼難受 這麼傷感的 在這麼靜的日子裡 突然有一天 當我準備要出街的時候 我家的門鐘 突然響起你 唉呀 真的差點忘記了 原來我家是有門鐘的 我這樣說 可能你們會覺得很奇怪 但我家的門鐘 實在太久都沒有響過了 到底是誰呢 突然之間 我心裡想 難道是阿慧回來 一開門 我只是看到一個女孩的背影 和一個大行李箱 長長的直髮和身形 真是阿慧 阿慧終於回來了 我忍不住 開心得馬上去抱著阿慧 阿慧 阿慧 我好想念你 你又去哪裡了 你放開 我知道你做什麼 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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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認錯人 你走開一點 麻煩 認錯人 真的 我不是色狼 我住在這裡 你住在這裡 是啊 是啊 你就是我表姐的男朋友 我表姐呢 我來找我表姐的 表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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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我的家 大佬 那 那 那 我為表姐呢 阿慧是你的表姐嗎 是啊 我從來都沒有聽過阿慧提起她的表妹 周文偉是我表姐 我叫小孫 我剛剛去台灣回來的 剛才你不是把我認錯是她嗎 她呢 她去哪裡了表姐 表姐呢 表姐呢 去哪裡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這樣說是怎樣 唉 阿慧她兩個月前 已經走了 為什麼 唉 你走吧 你們分手了嗎 你…你走吧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她搬去哪裡 我要找她啊 我都說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你是她表妹 你沒有她的電話嗎 你沒有她的電話嗎 她的手來電話已經停了啦 一定會被你連電話都趕了 呃 我不是那什麼意思啊 小圈是嗎 小孫啊 小孫啊 我小孫 唉 說真的嗎 如果你跟阿慧聯絡到的話 麻煩你幫我跟她說 麻煩你幫我跟她說 我在這裡等她 嗯 嗯 那我怎樣了 什麼怎樣啊 不如這樣吧 呃 你先收留我先 那好像你所說 可能阿慧表姐很快就回來 那 呃 我剛剛和家人都翻臉了 打算過來投靠她 那些錢買了機票票票 我沒有錢剩的了 那讓我找到阿慧表姐的 那我就馬上走了 你都很想找到她的 那怎麼可以啊 當然不可以啦 可以的 肯定不可以 你說你是阿表妹 那我就要相信 喂 你有什麼證據 我有的 我有證據的 來 不信你看 這張照片 就是我跟阿慧表姐幾年前拍的照片 來你看 不是 那小孫給我看的照片 裡面那個真是阿慧來的 背景應該是山頂 雖然我跟阿慧拍拖三年 但是我也不知道 原來阿慧有個親戚在台灣 又或者是 可能阿慧有提理過 不過我不記得做 可能我真的 太少去關心阿慧的事 她的表妹小孫 根本就賴死不走 見她這麼可憐 唉 唯有暫時收留她 住住在書房先 說不定 她真的會找阿慧 到時候 我不會見回阿慧 可能我們還有一晚 晚上 晚上 從原涼出來 看見小孫在露台那裡看風景 唉 小孫在露台的姿態 實在令我沒辦法 人敢在阿慧 她們的背景 實在太相似了 以前 阿慧都很喜歡在露台那裡看風景 不過小孫她 她 好像不是在那裡看風景 那樣 她在那裡裝著 旁邊的單位 晚上從原涼出來 見到小孫在露台那裡看風景 唉 小孫在露台的姿態 小孫在露台 實在令我沒辦法 人敢在露台 她們的背景 實在太相似了 以前 阿慧都很喜歡在露台那裡看風景 不過小孫她 好像不是在那裡看風景 那樣 她在那裡裝著旁邊的單位 我喜歡 尚 不是 你家裡這裡看風景 望遠很漂亮 小孫 我看yorum 看看 大風 要進去 就是 老大 那個單位 去住甚麼人 甚麼 你不認識你旁邊的那房價? 就來住一個男人 我早出晚歸的,哪有機會見到鄰居,鄰居有什麼看的,你好像對鄰居那麼好奇 沒有,我見鄰居這麼晚都黑漢漢,以為沒人住 可能搬了,不過我真的很久沒見過鄰居的男人 我先睡吧,晚安 不經不覺,小孫已經在我家住了兩個星期了 她的外形,雖然真的跟阿慧很相似 但她的性格,就真的一點都不像 小孫份人呢,就比較粗脂大熱,忽冷忽熱 有時候,她好像很多心事一樣 小孫和阿慧都很多年不見了,她常常問你阿慧的事 阿慧,你覺得阿慧是一個怎樣的女生? 你為什麼問這些? 男人嘛,你知不知道你要一個很不舒服的毛病? 你知道是什麼嗎? 什麼? 就是為什麼你不可以學一下直接答問題呢? 那為什麼我要直接回答你的問題呢? 你不是很喜歡她嗎? 連她是一個怎樣的人你都說不出來 我當然知道她是一個什麼人 我為她很溫柔又細心 跟她在一起都覺得很舒服 那她有什麼缺點? 這些完全不用說不用問不用管 她在我心目中一定缺點都沒有 人怎麼會沒有缺點呢? 那如果硬要我說的話 她是一個比較依賴的人 很需要別人去關心她、呵護她 不過我真的不覺得這是缺點 那你真的很喜歡她 我也想問一下 阿慧在你心目中是怎樣? 她啊? 嗯 她是一個很喜歡搶別人的女人 蛤?為什麼? 沒有啊 我們呢 這些東西很複雜的 說你也不管 我都會看到阿慧在露台上催促的方向 每次我回來之後 她都會回頭 露出一個很溫柔的笑容 然後回進來陪我 現在 每一次我放工回家 都會見到小孫在露台的背影 很多次 我都幾乎當了她是一口胃 不過 每次當她回頭看過來的時候 見到小孫 眉眉嘴地對著我笑 然後又繼續另一條吹風 我就知道 不是 她不是阿慧 她是小孫 是 啊 阿郭 其實 你為什麼和阿慧表姐會分手呢? 沒有 我不知為什麼 阿慧也沒有說清楚 我走了 其實一直都好像很好 我根本就不知道 就連我們之間出現了很多問題 或者是我不夠關心她 唉 還是我自己做得不夠好 唉 連為什麼分手都不知道 不過我真的覺得你挺好笑的 你一向都做到好事才回來的 沒有辦法啦 我份工整天都要OT 其實我真的沒什麼時間陪你表姐 甚至乎她的生日 我今年都沒有跟她慶祝 嘩 什麼感覺 唉 阿慧她都不是常常喜歡出家 有很多人陪著她的人來的嘛 所以她平時多數都留在家等我回來 嗯 跟阿慧一起生活 其實一直都是她照顧我多些 在她走了之後 我檢討過自己的啦 其實我真的關心得她太少 嗯 可能是我令阿慧她太寂寞啦 頂不順 還說分手啦 然後傷心就走了 唉 那你又不要想得她這麼好啦 可能根本就不關你事 可能有第二個呢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阿慧的 嗯 嗯 晚了 晚了 每一晚小川都會在露台留很久 而且我留意到 她整天都看著隔壁屋 那 海和屋的人忙於 Hudcin 讚 那旁邊屋到底有什麼看啊 嘩 可怕被你嚇死了 你常常在這裡看著模樣 甚麼 反覆 execut 旁邊有人穿穿身手來脾 有什麼大? 好笑嗎?你以為我變態嗎? 隔壁屋,你先過來看看 隔壁屋那幅牆上面 有一幅很大的畫 你覺得漂亮嗎? 那幅? 嗯 即是畫物 對不起,我不懂得欣賞 這幅畫是比利時一個很出名的畫家畫的 你看看,畫上面的顏色 五顏六色的心 對 就是代表著那個人的心裡 像你這樣 對 或者像表姐那樣 總是有很多變化,經常都變 那你也想到嗎? 你的畫都... 挺有認識的 當然了,認識過你了 我以前在台灣那裡,知道嗎? 讀美術的 所以也有些研究 對 那阿衛以前跟你一樣 整天都喜歡在露台那裡看風景 難道她又是... 留意到那幅畫? 她都很喜歡在這裡看露台的嗎? 討厭 蛤? 又在做什麼啊? 唉,我的頭很痛,我回進去 唉,女人的事 我真的搞不明白 故事聊得好好的那時候 小孫的態度當然會突然間三百六十度轉 唉,怎麼女人總是這麼喜歡這麼善變呢? 自從阿衛走了之後 我都有問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特別蠢 不懂得看女人的眉頭眼睛 不夠細心 不懂得去體諒 體貼她們的感受和心情 女人對我來說 真的太過高深莫測了 難以捉摸 喂,小孫啊 嗯? 你來了香港這麼久了 有沒有打電話回台灣給家人? 有 做什麼啊? 嗯? 你怕別人說你拐大嗎? 喂,放心啊 我長大了 過了二十一歲很久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怕你家人會擔心你 說不定你一個女生 飄來香港 你又沒有告訴她們 你找到阿衛 我又沒有告訴她們 那如果她們知道 我不是跟衛表姐在一起 你猜她們還會不會讓我一個人留在香港 但可能她們有跟阿衛聯絡 你不知道呢? 我覺得你應該 問問她們有沒有阿衛的聯絡 你現在馬上打過去問吧 是呀,不用了 為什麼呢? 他們不會有阿衛的聯絡 阿衛表姐和我最好的 你知道嗎? 我都沒有 他們怎麼會有 你試一下 你沒試過又怎麼知道 當然不會 而且我跟家人吵架才離開 我怎麼會這樣 那你剛才又說打過去 你別管我了,煩死人了 阿衛 真的被小孫搞到我亂了 開始覺得小孫有點奇怪 他是不是真的想要找阿衛 而且我覺得她其實不太喜歡這個表姐 究竟她們之間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她們之間發生過什麼事 唉 無論如何 我只是想快點找回阿慧 叫阿慧回來我身邊 三個禮拜前的某一天 我家很久都沒有響共和鐘 竟然突然響起來 然後我認錯了小孫是阿慧 小孫是阿慧的表妹 因為跟台灣那邊的家人罵了交 所以來了香港 打算投靠阿慧 但可惜阿慧在兩個月前已經走了 她要跟我分手 看過小孫和阿慧好幾年前 在台灣機場拍的照片之後 我暫時收留了小孫 也希望透過小孫 說不定有機會找回阿慧重修舊好 唉 但是三個禮拜以來的相處 我開始發覺 其實小孫不太喜歡這個阿慧表姐 今天我回到家的時候 小孫仍然都是站在露台上 每一天她都擺了這麼多時間 在我的露台上 什麼都不做 唉 都不知道她想怎樣 小孫仍然都不做 早安 小孫仍然都不做 可以玩 小孫仍然都不做 我遊樂 也不做 我寶物 小孫仍然都不做 小孫仍然都不做 我寶物 自動 我來説小孫仍然都不做 我去做 我今天在訪問 我們來不做 我好好想想 講國語 沒有啊,有沒有聽過阿慧的消息最近? 還沒有啊 你幹嘛這樣看著我? 我有找的 不過還沒找到 我不是這個意思 喂,你看著我 怎麼了? 你覺得我漂亮不漂亮? 你覺得我漂亮一點? 還是阿慧漂亮一點? 先回答我 為什麼要回答這樣的問題? 你可不可以試一下 直接回答問題好不好? 在我心目中 你當然是給不上阿慧 是你要我說的 臭小子 走開啊 沒見過這麼蠢的男人 那個小孫 真的愈來愈離譜 那裏都說了我家 好像我是客 她是主 我要聽完她的話 看她臉色 現在是我收留她 她是不是應該客氣一點? 我畢竟都是她表姐的男朋友 雖然暫時分了手 但也不應該 問問這樣的問題吧 不過說真的 剛才她突然溫柔起來 那個樣子 真的好像有胃 唉 為何小孫 整天都古古怪怪 是這樣的 星期六那天 我下午留在家 當我和小孫 一起吃外賣披薩的時候 突然間 我們聽到門口外面的走廊那裏 有人聲 和隔壁的開門聲 其實這樣也很平常 但是小孫她就馬上很緊張 把吃頂的薄餅丟下了 撲了開門 衝了出去 我見小孫這麼奇怪 撲了出去 我當然跟出去 救一救什麼事 只不過是個地產經紀 帶了兩個客人來看樓 只是隔壁的單位 又不關我們事 但是小孫的反應 又好像很震驚 還向我經紀問長問短 你為何帶人來看樓 誰說要賣這間屋 為何你會有鎖匙 為何不管自己 那當然是屋主叫經紀幫忙放房子 有什麼奇怪 小孫的過問反應 不只是嚇到我 還嚇到經紀和客人 唉 我馬上跟他說聲 不好意思 把小孫拉回屋 人家旁邊賣樓 關你什麼事 為什麼這麼緊張 你是不是最近這些精神 出現了一點問題 咕咕怪怪的 我語氣不太好 說了小孫幾句 但她只是看了我一眼 一句話都沒有再說 好像受了很大打擊 很大委屈地衝進房間 這個小孫 我越來越搞不清究竟她是想怎樣 而且我開始懷疑 其實她是不是有病的呢 或者她是不是有妄想症的呢 想起我心裡就覺得 她有點不妥 真的還有點害怕 沒了幾天 當我下班回家的時候 竟然小孫不在露台 於是我打算去敲她的房門 看看她在做什麼 竟然在房外面 我就聽到她在裡面哭 推開門 在門階那裡看一看 竟然我看到她 對著那幅畫在那裡哭 而那幅畫 上面有五顏六色的大心 竟然 簡直是夾一個革才革大廳那幅大畫 蛤? 喂,你怎麼哭啊? 為什麼不哭在這裡? 蛤? 怎麼了? 什麼啊? 剛才那個經紀 蛤? 帶了幾個搬運工人上來 他們把隔離屋裡的東西搬走 搬去扔啊 蛤? 那我不是正雞雞趁他們不夠 那你不就是... 我回來了 那你不就是偷? 喂,你怎麼可以偷別人的隔離屋的東西回來的? 那幅畫是我的 我拿回自己的東西都不行嗎? 你是不是瘋的? 蛤? 你是不是以為天天看著別人的畫 那幅畫就是你啊? 喂,你吃了藥沒有? 不是啊,那幅畫真的是我的 蛤? 其實那幅畫... 是我送給他的 蛤? 真的,他說他很喜歡 但是現在呢 他連封畫都不要扔掉他了 喂,喂,喂,喂 喂,小春 你不是開玩笑吧? 你認識旁邊的人嗎? 我不單是認識他啊 我是他女朋友啊 蛤? 你是不是有妄想症啊? 哎呀 你是不是傻啊? 我是跟你說過謊 但是我現在說的是真話來的 你對我說過什麼謊 我不是周文慧的表妹啊 我是你隔離屋 John 5的女朋友啊 John 5的女朋友啊 John 5 John 5 慢著,慢著,慢著 那你給我看的照片 明明是你和阿慧合照的 嘩 那張照片是我做過手腳的 我破綻了 那張照片加了我的樣子 那你怎麼拿到阿慧的照片? 你認識阿慧的嗎? 唉 我在我男朋友的跪筒找到那種照片 就是因為這樣 我和阿John吵了一場 然後他說要和我分手 你知不知道啊? 你這麼愚蠢的啊 你女朋友啊 和我男朋友走了啊 一天都是你啊 為什麼你不關心你女朋友啊? 你不多點陪著她啊 為什麼你不對她好一點啊? 我和阿John啊 本來是好好的的 一定是她吐人阿John 我恨死她啊 我恨死她啊 真的很文偉 叫她死啊 我恨死她啊 突然間我覺得很頭痛 我開始什麼都想不到 什麼都聽不到 只是覺得我心 有一種裂開的感覺 辛苦了 唉 原來阿慧是跟隔壁屋的人走走走 唉 都忘了昨晚 這麼難過的一晚是怎麼過的 睡醒之後 我突然走出露台 看清楚四周圍的環境 再望向隔壁屋的單位 原來 有什麼感覺是這麼近的? 阿郭啊 你不是想自殺吧 嗯? 你都去床了嗎? 你昨晚整晚沒有睡嗎?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多麼睡 那麼多東西都有睡一點點吧 還睡得著 證明你接受能力都挺強啊 唉 不是可以怎樣啊 我剛剛想呢 他們可能是 因為這個露台 啊 兩個露台原來這麼近啊 唉 我也有這麼想過 不過後來呢 我想 不是因為這個露台 你記得嗎? 嗯? 你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 不是把我認錯了是她嗎? 是啊 因為你們的背影實在太相似了 就是啊 可能阿John他 都曾經 試過把你女朋友認錯了是我 嗯 可能阿John就是喜歡她 溫柔和細心過我 嗯 嗯 我一直都不甘心的 我真的覺得有點懶惰 但是現在 她都決定連屋都買賣了 都不會回來的啦 簡直想避我 想不記得我 那我想 算了 不然怎麼辦 怎麼辦呢 你還討厭她們 如果你還討厭她們的話 是算不到的 那啊 現在怪誰都沒用的啦 喂 我昨晚都這麼說了 你不要 那麼介意了 不過呢 昨晚扭了出來 我覺得好很多 舒服很多 唉 我會忘記她們的了 你放心了 算了算了 喂 我都不打擾你了 我走了 嗯 多謝你收留了我這麼多個月了 你去哪裡啊 唉 放心啦 我不是台灣來的 我在香港人家裡的 是啊 對啊 差點忘記了你 是說謊的 Sorry啊 拜拜 小孫走了 希望她可以 快點忘記這段 福不開心的感情 而我 我實在太多東西了 都叫做有些寄託 時間比較容易過些 不過就算很忙也好 我也很快要搬 賣了那層樓了 雖然我真的不想再想起 任何有關她們 她們怎樣開始 怎樣發生感情之後 會怎樣 都不想再知道了 就正如小孫所說 真是時候 一個完結 阿慧不會再回來的了 感情的事 沒有說誰對 誰不對 是誰不對 也好 我不會怪任何人 不打算追究 或者這些 就是她們的緣分 沒想到 沒有錢 府 竟然